一夜之間就是從天到地 然後甚至於被打下地獄 我感覺就是 我是全世界最慘的那個 我笑是你活該啊 活該啊 你憑什麼 可以把你自己的過錯 自己承受也就罷了 你還轉嫁到 你最愛的家人身上 我完全忘記就是我的家人 他們在旁邊守護我的那種心情 好吧我的人生就是因為我爸 對差不多四五年的時間 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就是那四五年 真的就是你那個魂不附體的 那種那種狀態 我一直到我執行完畢出來之後 我也是一直都把自己關在房間 就是我不太跟人家說話 我那一陣子我記得我爸那時候 跟我講話都是用文字在跟我做溝通 然後我不太說話 因為我可能那個時候 我比較後面比較有印象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好像那時候我就是覺得 我每天都在自己跟自己講說 你已經你的人生已經完蛋了 就是你已經就是報廢了 然後就是每天自己一直在那種 情緒裡面 對然後我在房間我在幹嘛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幹嘛 好像好像玩遊戲吧 然後又逛網路幹嘛的 反正就是每天就是過得 很奇怪的那種生活 然後後來是有一天 突然間我走出房間門 然後我爸看到我 就一如既往 就跟我講說怎麼樣啊 餓不餓啊 他要不要吃什麼啊 他的臉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他 我就嗯 不餓 然後我就要準備轉頭 讓他一轉頭的那個背影 是超級落幕的那種背影 我突然間我就 被那個背影就是震懾到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在想說 哇 我怎麼了 然後我感覺就是 我是全世界最慘的那個人 但是我好像一直忽略掉我的家人 我完全忘記就是我的家人 他們在旁邊守護我的那種心情 然後他們看我那樣 他們肯定很傷心 他們也肯定很很無助 因為他們一定不知道怎麼幫我 然後他們在外面煩惱 然後我看不到他們在外面煩惱 然後當我出去的時候 他們看到我就說 又要這樣子啊 怎麼樣 就是那種要笑著對你 就是他們可能用他們的方式 在鼓勵我說你不用害怕 就是沒有你想的這麼恐怖 就我們都還在 我後來就真的覺得說 我真的太自私了 我自私到一個不行 我那時候就告訴我 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笑聲你活該啊 活該啊 你就算你今天就是沒有 都沒有人要理你了 你就是你自己想那個狀態 你的人生就是毀了 你就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也是活該 你也是剛好而已 為什麼 因為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沒有人比你 可是你的家人呢 他們沒有做錯事耶 但是他們因為你 然後連帶的在受這樣子的折磨 就是你憑什麼 可以把你自己的過錯 自己承受也就罷了 你還轉嫁到你最愛的家人身上 你這是什麼什麼狗屁喔 你你這麼壞 然後你還敢就是 這麼這麼大聲的說 你最愛你爸最愛你媽 這是什麼愛 這是變態的愛 你的這個愛一點都不健康 就是個神經病 就是這麼自私怎麼叫愛什麼的 我就是每天一直在轟炸我自己 然後我突然間 我就問我自己講說 你以前真的不是個人 我就在房間裡面自己哭 你真的不是人 怎麼可以這樣對你的家人 好吧不是人怎麼辦 然後我在想說 那我還要不要繼續這樣下去 我不想 那怎麼辦 我想當好人 但是問題是 你以前不是人 怎麼可以 可能可以突然變好人 那我就自言自語 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先 從不是人變成一個人好人 我從我自己覺悟以後 然後到下定決心改變 兩年後遇到我老公 他遇到我的那個時候 是我真的就是 摒棄我以前的所有一切 然後決定要 重新變一個人 我也 我老公曾經有說過 我老公說他很佩服我 就是說 當然就是我的家人很支持我 但是我自己本身 我的任性也要夠強 就是 他覺得就是 我被打擊到那個地步的時候 然後 從 一夜之間就是從天到地 然後甚至於被打下地獄的那一種 心理狀態 就是我既然可以再撐起來 我老公覺得我也是蠻強的 我清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開始學著 跟我家人講話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自閉症了 就是都不會講話 都不知道怎麼開口跟人家講話 我不知道怎麼看人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跟人家說話 沒有辦法 我爸爸 我媽媽 還有我老公 我覺得他們 沒有放棄我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 很偉大的 我爸說 他對我很有信心 他說他知道我 還沒走過 就是從不好 還沒有走到好的那一段時間 他一直在等待 他說我就是等 我就是在你旁邊 我說為什麼 然後你也不罵人 然後也不說什麼 我爸說因為這是過程 那為什麼你都不會著急 我爸說我當然著急 我只是沒有去催你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催 你不怕 你不怕我這個過程 我走不了嗎 我爸說我不會 因為我非常非常相信你 我非常相信你只是需要時間 你不是走不過來 後來我就在想 這一定是愛 這一段時間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我沒有被我的病 就是生這個病 然後去影響到我的生活 我很幸運的是在我還沒有 因為這個腫瘤 然後讓我的身體不舒服 然後為了要去治療這個腫瘤 然後會讓我整個人 就是不對就對了 就是我完全沒有去影響到我的生活 然後就已經算是目前為止 就是很成功的去把腫瘤給清除掉 就是我覺得這是我唯一 生這個病就是還蠻值得慶幸的一個地方 對所以其實我沒有就是在身體上面 身體上面我完全沒有 所謂的抗癌的那個痛苦 跟那個辛苦都沒有 但是心情上面來講的話 可能 因為可能我就是身心又比較樂觀一點 所以我好像 因為我生這個病 然後就是 像電視劇在演的那種 那種情緒我很少 幾乎沒有 那我覺得我那個時候 我最大的情緒 可能就是因為我當時 還沒開到切除腫瘤之前 因為我一直在用那個標靶治療 所以我吃標靶藥的時候 我就是整個臉就是很腫 就是那是我唯一一個 就是可能我最不舒服的一個地方吧 對啊 然後又因為我吃標靶 然後臉腫得很像米菇 然後就是一直被誤會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就是 這段時間就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可能是我會比較在意的地方吧 對啊